时间过得真快呀 一晃去年打松塔的季节 今年又到了 这不马上9月1了吗 我们就要上山开始打松子了 这个季节呢 在我们邻区呢 是黄金季节 也是最累的季节 今年我们这边的松塔呢 不算特别的多 也不算说什么大收啊 就属于中部溜吧 可以说小收都赶不上 但是每棵树上都有塔 30 50 70 80的都有 所以每棵树都得去打 据少成多嘛 看我身后这个棚子 就是前几天 我们大家一起来搭的 看看现在都啥样了 昨天刮了场大风啊 给那边那个棚子都刮粥了 这是一个大棚子 这里边一面能碎将近十个人 这边呢还有一个小棚子 你看刮粥了 早上一来 因为这两天下大雨 刮大风嘛 把我老叔这个窝窝都刮翻了 这又重新货 带个抹的 搁手上上了 就地起台 大黄泥都货好了 这是小锅灶 过几天能烧点水 下雨阴天 这小炕一点着 这样它不冷也不遭罪 这个地方是原先一个风浓的地方 它刚搬走 我们就上这来 是人家养风搭的炕 这手艺可以哈 还行 还行 这边就是厨房了 临时搭了一个厨房 整个大铁锅 这边是放岸子什么的 放点锅碗瓢盆啊 等到后天正式搬进来的时候 两边再好好拦一拦 挡一挡 因为这个主要它是离河近 你看 这个就是河 看到了吧 所以取水方便 前面这一大片山 就是我和张伟我哥 还有我叔 我们几家一起包的 但是站在这儿啊 看不清 等到过几天打松塔的时候呢 我就领大家上山 看我们怎么打松塔的 几天一直在下雨 今天才晴天 今天来大概收拾一下卫生 明天呢 我姥爷还有我哥 我们几个人就正式上山山来入住了 明天把锅碗瓢盆 大米豆油 吃的东西啊 全都拿山上来 后天呢 从远地方来的贵州的朋友们 上我们这边也开始 跟我们一起上山打松塔 他们也就到了 然后正式打松塔的日子 也就是定在9月1之后 就开始打塔了 每个人呢 生活都不容易 都是为了家里的 媳妇 孩子 老人 有个更好的生活 都奔波在外 到秋天的时候 也是我们最累的季节 希望远地方的朋友 到我们这边来 你们放心 咱们一起共同好好合作 把山登松塔 多收入一些 咱们都多努力一些 高高兴兴的 把腰包拆回家 鼓鼓的拿回家 前几天 有好多好朋友 就私信我说 小雪 我想看看你们在山上 打下来整个浪的松塔 就是没拖腾子的 原生态的那种 然后我说行 别着急 等几天 9月1号 我们就开始上山打松塔了 所以到时候 我会给大家挑一些 大的质量 比较好的松塔 大家可以回家 拿回家 放在花盆里 当摆件 还有松香味 都可以 等到放到一段时间 摆够了 咱就可以直接吃 都可以试试 大家期待我 到时候 我会给大家上车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喜欢小雪 给小雪留个关注吧 这马上 我们真是要忙了 大松塔 采蘑菇 采猴头 我家还有河 又抓蛤蟆 抓鱼的 一定关注我视频 我陆续给大家 带给大家 喜欢大山里生活的 给我留个关注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了